你看我的房子多大多美 真的要播一些有品味的音樂來配襯一下 Siri 播一些古典音樂來聽聽 馬上播放古典音樂廣播 你沒看錯也沒聽錯 在美國出了很久的 Home Pop 逐月正式來香港 更懂得聽中文和用中文來回答你 相當有親切感 不過要謹記 iPhone 要先連上 Wi-Fi 之後就可以選擇 Home Pop 所在位置和其他設定 一分鐘左右它就可以自動完成連接 香港版 Home Pop 最重要的當然是可用中文操作 如果你的 iPhone 已經設定中文為語言 Home Pop 也會自動講中文 當然你也可以在家居 App 裡面做更多的設定 包括自動它的語言或者男聲 女聲 之後你就可以用 Wi-Fi 跟它溝通 Wi-Fi 調到音量100% Wi-Fi 調到音量100% Wi-Fi 調到音量100% 要留意的是 Home Pop 是靠自己連上 Wi-Fi 播歌 即使用來設定的 iPhone 不在家 其他人在家 亦都可以隨時操控 Home Pop 播歌 當然 你要先有 Apple Music 的賬號 而除了這些基本操控外 你更可以叫它播指定的歌曲、歌手或大碟 甚至叫它播近期的熱門歌曲 它亦都可以隨時搭你歌曲的相關資料 不過如果你用的是其他音樂平台 那就只可以由 iPhone 連接 當一般無線喇叭用 另外你亦都可以在家設定多個 Home Pop 例如將它設定為客廳、主人房、廚房等等 除了轉換喇叭播放 你亦都可以用 Siri 操控全屋播同一首歌 又或者在各自 Home Pop 播放不同的歌曲 當然 Home Pop 除了可以播音樂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問它很多東西 喂 Siri 可不可以告訴我今天天氣如何 清水灣現時局部多雲 氣溫為22度 下雲開始晴朗 由今天下午開始氣溫會由攝氏22度下降到今晚半夜的攝氏18度 都挺長的 喂 Siri 我明晚有沒有約人 是 你有 星期六夜晚8點 和最可愛的太太浪漫晚餐 喂 Siri 可不可以幫我發訊息給陳大榮 內容是甚麼 你好靚仔 今晚吃飯 喂 Siri 誰打給我 陳大榮 電話 要不要聽 好 謝謝 喂 喂 韓繼聰 對 基本功能都相當夠用 實施途中 雖然都有出現過失誤的情況 但不算嚴重 說多一次 但多都會成功糾正 接收和反應都不錯 比較可惜的是 暫時未支援第三方應用程式 例如想用HomePod全WhatsApp訊息 就還未做到 好趕 其實問了HomePod路也可以 喂 Siri 怎樣去中環 到中環最快的路線 是經Eastern Harbert Crossing Tunnel 現在路面情況是比平時擠塞 所以大概會花42分鐘 好 出發 拜拜 紙箱去東京 深入東京小社區澳攝谷 更加散策油深度推介 搜羅隱世美食熱碟 立即上紙箱旅行網站 登記會員 免費下載